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5日星期一 亚洲时间是10月26日星期二 25日苏丹发生了武装政变 总理阿卜多拉·哈姆多克被军方拘留并转移到秘密地点 武装部队将领阿卜多勒·法塔赫·布尔汉宣布 解散国都政府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表示抗议 这场军事争变也引发了联合国 欧盟 非洲联盟 和美国 法国 德国等国家的谴责 厄瓜多尔境内的中部 钦波拉索火山25日发生雪崩 造成至少三名登山客死亡 另外有三人下落不明 还有三人受伤 钦波拉索山白雪哀哀 海拔6293米 它是厄瓜多尔·安提斯山脉的最高峰 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之一 全球最大人权组织国际特赦25日宣布 因为港版国安法的压力 今年年底将关闭两个香港办事处 办公室10月31日停止运作 区域运作将办到亚太区的其他办公室 大陆疫情持续蔓延 北京官方25日要求在京人员近期 非必要不出京 内蒙古厄基纳旗规定 从25日零时起所有的居民和游客足不出户 另外原定在10月31日举行的北京马拉松赛 因为疫情而被迫延迟 具体时间还没有定论 截至到美东时间10月25日下午2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33万9417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2亿4442万9045人 单日死亡是4974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496万3767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前兵工巨头尹家旭被抓了 但是当局隐去了早前对他的政治指控 这是一个蹊跷的做法 近期中国各地接连发生恶性爆炸 一系列看似独立的案件背后 是否有人在二十大前制造混乱呢 今天一早 中共最高检察院公布 9月份被开除党籍的 原中共兵器工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尹家旭被正式逮捕了 最高检在官方微博中表示 尹家旭是涉嫌受贿为亲友非法牟利 已经被起诉 涉嫌受贿为亲友非法牟利 这几乎是所有有实权的 中共官员的一个共同问题 如果用这一条来逐个排查 中共官员的话 还能剩下几个呢 连有中共色彩的香港南华早报 也表示这是委婉的说法 在9月30号当局通报尹家旭 被双开的消息的时候 其中曾经有与党离心离德 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这样的指控 根据以往中共落马官员的情况 这种指控通常意味着政治上有问题 日经亚洲新闻认为 这显示习近平当局是在以反腐败为名 在大动作清理军工产业当中的江派势力 为二十大连任继续扫清障碍 今年四月出生在重庆的尹家旭被查的时候 是本年度落马的第八个省部级高官 也是第二个正部级的高官 尹家旭的落马时间是在他退休近五年后 而且他的落马身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2018年身兼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的尹家旭 突然宣布退休 他自称是主动给领导写信要求提前退休 根据人民网披露的尹家旭的履历 他在长安汽车主持工作的同时 2002年1月份开始进入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任副总经理 随后又兼任兵器装备集团党组副书记 2010年7月尹家旭从兵器装备集团 转任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接替江泽宾的扬州老乡胡问明 并且在2013年成为党组书记董事长 一直到2018年退休 尹家旭的退休其实挺出人意外的 按照中共政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 1956年4月出生的尹家旭应该可以干到65周岁退休 但是他却提前了三年时间退休 2019年上半年 也就是尹家旭退休的第二年 中共第五巡视组进驻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并且在随后的反馈中表示 兵工集团学习习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不够深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也就是外界通常所说的习八条 这样的问题是时有发生等等 违反习八条等等 这与今年官方早前通报的 与党离心离德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指控是相吻合的 也正是这些原因可能导致尹家旭提前三年被退休 日经亚洲新闻认为 在中共军队及军工企业内部深植势力的江泽民派系 是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的主要障碍之一 打击军工巨头 习近平的最终目标是要完全掌握中共军队 文章表示 江泽民在2002年虽然是卸任了中共的总书记 但是他又继续担任了中共军委主席两年的时间 显示了他对中共军队的影响力 而尹家旭 在军工企业深耕多年 与江泽民派系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因此日经亚洲新闻分析 习近平目前正在采取行动 在军工企业深度清洗江派势力 不过大家是否注意到了 就在习近平清洗江派势力的现阶段 中国大陆多个地方接连出现了爆炸和火灾的情况 今天凌晨两点左右 位于山东青岛的山东科技大学黄岛校区附近 小吃街发生爆炸 并且有明火窜出 火势随着风势向周边蔓延 当地媒体报道说 很多住在附近的学生和居民都在爆炸声中惊醒 随后小吃街迅速燃起大火 蔓延到其他位置 到人们报警的时候 大火已经绵延了50多米 从网络视频中可以看到 小吃街的多栋连排房屋 已经被火焰给笼罩了 山东科大的一名学生表示 自己在熟睡当中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随后到窗台查看情况 发现北门附近的小吃街起火了 迅速蔓延到了整个街区 随后这名同学立刻拨打了火警电话 据知情人透露 这次火灾过火面积很大 场面感到恐怖 在凌晨发生这么大的爆炸 并且引发火灾 如果铺就不及时 那后果不堪设想 知情人表示 虽然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却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 昨天一天之内 大陆发生了两起爆炸致死事件 和一起火灾 爆炸致死事件分别发生在江苏 南京和辽宁大连 火灾则是发生在广东 潮州的一家鞋厂 昨天晚间 潮州市乡桥区的一家制鞋厂 发生大火 网络视频显示现场的火光冲天 即使是在夜色当中 也可以看到直冲天际的浓烈黑烟 今天有鞋厂附近的商户介绍说 火势没有影响到隔壁的商户 但是仍然可以闻到刺鼻的烧焦味 现场被烧的一片狼藉 昨天下午3点52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生了一起爆炸 目前已经造成两死酒伤 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吉木新闻引述学校附近的居民表示 当时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住家对面的材料科学 与技术学院实验楼就冒出了黑烟 救护车进出有四五趟 死伤者都是研究生 不过另一位当时在附近图书馆的学生 还原事发经过程 前后大约是有三次爆炸 还有一位在场的目击者向大陆媒体表示 一共听到三次爆炸声 第三次爆炸之后出现了蘑菇云 从网络流传的画面也可以看到 空中的确有蘑菇云 而且事发现场不断有浓烟窜出 据知情人表示 爆炸大楼是去年才刚刚启用的 爆炸的实验室是粉末冶金实验室 因此怀疑可能和梅驴粉爆染有关 但是确切原因还有的查清 这起爆炸很快就被冲上了微博热搜 光是议论的人就有近五万人 因为昨天是周日 而实验室里面却出现这么多的人 当然让人感觉到蹊跷 就在南京这起爆炸前的几个小时 辽宁大连瓦房电视的一幢居民楼 也发生了燃气爆炸 官方称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 七人受伤 大陆媒体表示 发生爆炸的位置是 瓦房电视铁东街文胜社区一路 文章引述消防部门的说法 爆炸发生在居民楼五楼 当时楼内有28人 爆炸时大楼楼顶被炸飞 现场同样升起了蘑菇云 随后使浓烟滚滚 据南方都市报消息 事故地点附近的一位网友 在微博表示 家中的玻璃被震碎了 在附带的图片中显示 发生气爆的居民楼顶层被熏黑了 附近拉起了警戒线 这已经是大连近期 发生的第二起居民楼爆炸事故 大连当局通报说 早在9月11日大连普兰店区 一个住户家中的液化器罐泄漏 引发爆炸 那起爆炸事故造成了8人死亡 5人受伤 此外像这种恶性爆炸事故 最近似乎特别频繁 比如上周五 也就是22号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蒙的一家化工厂 也发生了爆炸 中共官媒报道说 这起夜间发生的闪爆造成了4人死亡 一人重伤 两人轻伤 而就在这个爆炸的前一天 21号 辽宁瀋阳的一家餐厅也发生了爆炸 据中共官媒报道说 受到爆炸影响的楼宇有近百栋 不过对于爆炸的原因 究竟是液化器管道还是液化器灌 当局并没有确认 只表示还在调查中 截至到前天 23号 当局通报说 共造成5人死亡 40多人轻重伤 但是对官方的说法 网友表示严重质疑 有网友质问 沈阳人平时都是穿着防弹衣吗 有大量的网络视频和图片显示 这次沈阳太原街的爆炸 威力相当惊人 一辆公交车只剩下了框架 街道上满目狼藉 爆炸后 腾起的蘑菇云升到百米的高空 有的楼房被炸成了裸楼 窗户等等全都被炸飞了 只剩下水泥框架 现场还有许多人受伤 有的伤势严重的 还在等着急救 此外 在10月16日浙江杭州西西湿地 5A景区 也曾经发生一起游船爆炸 当地通报说 有5名游客在船上吃火锅 突然便携式的火炉喷火 引发气罐爆炸 造成5人不同程度受伤 跳进河中逃命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 2014年3月1号 在云南昆明火车站 曾经发生一起持刀砍人事件 那起事件共造成29人死亡 130多人受伤 大陆财新网当时引述目击者表示 有六七个黑衣人进入后车棚 尖人就砍 随后 大陆导演胡淑芬 就在微博中表示 暴徒统一着装 啥意思 就是告诉你 老子是有组织的 你敢动我们老大 老子就把水给你搅浑 把事给你搅大 胡淑芬在微博中表示 这些天细耍羞辱式的解改方式 让濒临绝境一方选择了决一死战 不惜祭出此狠招 可惜神仙打架 伤的却是凡人 深圳藏铁网公司董事长黄志 也这么分析 认为昆明这事很蹊跷 会不会和洗礼打老虎有关呢 我们前面提到了 习近平当局在深度清洗江派势力 目的是为了他二十大连任 扫清障碍 那么近期中国大陆 频繁发生各种爆炸火灾 会不会也是有人 在用这样的形式制造混乱 进行搅局呢 最近这些频密发生的极起事故 官方的说法几乎是趋一一致 不是燃气爆炸就是煤气罐 或者是煤气炉引发的 这种几乎一致的说法 引起了政论家陈破空先生的注意 陈破空特别指出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实验室爆炸 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他认为恐怕与中共的某种高科技工程相关 如果不是在搞什么秘密活动 为什么星期天这么多人聚集在实验室呢 陈破空进一步揣测 系列爆炸案看似是一个个独立事件 但背后是否有联系值得注意 这么密集的发生不能排除有人为因素 试图用这种方式给习近平连任制造压力 今天日本政府终于发生了 对中俄海军大阵仗在日本附近的海域的联合演习表达了关切 日本官方副长官基齐任彦表示 对中俄海军的行动日本方面高度关注 并且还将继续对日本的周边海空域保持高度警惕和监控 根据中俄双方的消息 双方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联合演习之后 两方海军又出动了十艘舰艇 穿越了日本本州岛与北海道之间的狭窄 但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金青海峡 中俄舰队沿着日本东部青森千叶外海航行之后 再经过小利盐群岛和四国外海 最后穿越九州大鱼半岛和种子岛之间的大鱼海峡 进入东中国海 这是中俄海军有史以来 第一次在临近日本的西太平洋进行联合巡航 似乎显示出中俄双方在不断加强双边外交和军事关系 2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俄两国不是盟友 胜似盟友 单独来听这句话倒没什么 似乎还显示出中共在广交好友 但实际上在中共做这个表态之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过一句 让中共相当丧气相当尴尬的话 普京在21日表示 俄中双方目前并没有建立军事集团的目标 与北约国家不同 俄中并没有建立任何封闭的军事集团的想法 普京的说法已经相当明确了 俄罗斯不想跟中共建立什么集团 不想搞这些 跟中共的一切互动仅仅就是一个临时的 也许今天跟你一起互动 明天就分道扬镳 甚至还可能发生对立 台湾师范大学正言所教授范世平分析 虽然中俄两国进行大规模的海军军演 还通过日本的金青海峡 但普京却强调中俄不会形成军事同盟 而且从普京对习近平的互动来看 普京在习近平身边时 脸上总有一抹神秘的充满心机与轻蔑的微笑 范世平直言不讳地指出 普京一直看不起习近平 原因在于普京没有破坏制度 也一直当总统 当了21年总统都是靠着民选 尽管有人质疑俄罗斯选举公平性 但至少有这个形式 而习近平当上国家主席 却是靠着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 正当性就弱了很多 范世平表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普京真的比习的手腕高明更为细腻 今天大陆还有一件事 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就是中国女性马铃删微博和留言的事 不知道出于什么考量 今天晚上马铃把前天发的微博和下面的留言 全部都删掉了 并且在微博中表示 只有静等解决问题其他无意义 马铃没有解释删微博的原因 只说愿一切安好 谢谢大家的帮助 前天家主北京的马铃在微博中发文表示 7月份电费突然暴涨到13万多元 而家中只有两口人 没有空调和电暖器 仅仅仅就是照明用电 多次维权投诉 一直没有答复 马铃当时在微博中晒出了三张电费单 分别是2019年 2020年和2021年 同一个月份的用电情况 其中显示 2019年7月当时的用电是503.59元人民币 2020年7月是988.72元人民币 但是今年的同期 电费猛窜到了13万5570.16元 在微博中 马铃表示 7月份的电费账单一直没有收到 于是就给国家电网打电话投诉 得到的答案是 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延迟 之后会一并寄出两个月的电费给他 随后马铃打开手机就查询 发现 以往几百块钱的电费 竟然一下子涨到了13万多 马铃惊呼表示 国家电网太可怕了 只是照明要十余万元 怎么会发生这种奇异的事情 一个月13万元的电费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诈骗吗 敲诈勒索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 马铃再次发出了一个 更让人傻眼的帖子 就在他发完了上一个帖子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他又一次查询了电费 结果发现 一个小时之前是 13万5570元的电费 一个小时之后 却蹦到了15万2468元 前后只有一个小时左右 电费就飙涨了近2万元 而他的家里当时只开了电灯 电视机和一台WiFi 网友也纷纷为马铃铭不平 质问 有持电怪兽吗 还有人表示 这是在家开矿了吧 用这么多电 报警吧 不过也有网友调侃 现在是奔向共同富裕 有钱人就多搅一些 共富吗 还是重复之前的那句话 在中共统治之下 中国大陆出现什么事情 都不觉得奇怪 最后再来说说 党的口味 昨天 中共外交部网页显示 发言人华春莹 被提拔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了 升官了 从牌位来看 华春莹已经是继身 中共外交部的前九大高官 这也是华春莹时隔两年之后 再次得到了职位升迁 根据职务分工 部长助理主要是负责 新闻礼宾和翻译工作 估计这将使51岁的华春莹 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让国内外都来见识 他的战狼风采了 根据公开资料 华春莹从1993年开始 是担任外交部的西欧司 后来分别在中共驻新加坡使馆 和中共驻欧盟使团等工作 2010年 他又出任外交部欧洲司参赞 到了2012年开始 出任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以及新闻发言人 开始展现他的女战狼风采 华春莹在担任发言人期间 曾经有很多狼性十足的言论 比如去年12月 他针对外国媒体 抨击中共战狼外交的时候 华春莹这么表示 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国家利益尊严 做战狼又何妨 再比如去年 12港人在逃往台湾的时候 被中共海警拦截 被拘留在深圳盐田 华春莹当时声称说 这12个人不是民主运动人士 而是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次华春莹得到深圳 意味着他的战狼风格 是深得中共赏识的 所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连续升职 换句话说 华春莹的战狼风格 是得到了北京当局的认可的 进一步说 中共外交官们对外这种 咄咄逼人的战狼风格 可能就是来自北京的授意 有分析认为 华春莹快速升任外长助理之后 有可能会成为中共第三位女副外长 不过我还得说一句 首先中共得能够不断续命 到那个时候 另外华春莹还得命中有 否则 我们的两个互动活动 今天已经算是结束了 在这期间 我们收到了不少的观众来稿 在这里 先向所有的关注 支持新闻看点的朋友们 表示一份感谢 我们将要尽速的整理大家的投稿 然后放在下周的特别节目当中 请大家不要忘记 从下周三 11月3号开始 一直到11月11号 我们每天正常节目之后 都有一个特别节目呈现给大家 请大家不要忘记收看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互动 是在10月30号进行的 我们将随机抽出一位观众的电话 然后我将亲自拨打电话给这位朋友 所以请参与这个活动的朋友 一定留意沐阳的来电 为了照顾亚洲的朋友 我们初步把这个打电话的时间 预定在是美东时间10月30号上午9点半 也就是亚洲时间晚间9点半左右 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也再次提醒大家 注意关注下周特别节目 古人认为 由儿童传唱的那个歌谣 往往是代表着天意 目的是警戒人世间的围君者 必须归正德行 否则天降灾难 同时也是预言未来世间的走向 和人物的命运 在今天的文化看点 我们就来聊一聊 中国古代几个著名的童谣 以及今天是否也有这样的童谣在流传 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区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 冒号双斜线 慕阳寿.com 还有一个是 http 冒号双斜线 youlucky.biz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并且希望您在视频下方 分享您的观点 跟我们一起互动 同时我们更希望您能够帮我们 把这个频道给多多的转发出去 让更多有缘人看到我们 听到我们的声音 感谢您的帮助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